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我们先不测跟里边相关的东西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Jack test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测试用力怎么写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 这是test 第一个呢 我们在这里边新建一个 首先测试分几个级别 一个是test test suite 一个是test cases 然后还有一个叫check point 三个点 那么我们先来这样啊 比如说叫 我们叫给一个词吧 就比如说叫common.test.js 好 这个里边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的测试用力怎么写 测试用力 其实来讲 你写测试用力的时候 就是为了验证 你有一套test cases test cases是什么呢 就是正常来 当然我们不是测试人 所以我在这里面 不会给大家讲 怎么去设计测试用力 这个事情其实来讲是一个 也是一个挺学问的事 就是资深的test 其实它最厉害的 就是设计测试用力 它能用特别少的测试用力 然后就扔进去 然后就能发现你系统一堆bug 甚至来讲 比如说四个用力 发现十个bug 这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来讲 那么测试用力应该怎么写呢 就正常 如果你有了测试用力的话 你应该知道 首先有一个叫test cases概念 那么从 其实从大到小的 这个test cases 是说checkpoint checkpoints是什么呢 是检查点 就是说我做了某个东西以后 然后我期望 到这个点的时候 应该有这么个东西 测试用力 其实来讲就是 我前面有一堆步骤 我做一二三四 然后到第五个 好 我检查一下 在第六个 我可能再检查一下 然后七八九 然后再到第十个点 我再检查一下 就每次我做了一部分事情 然后我检查一下 我做了一部分事情 我检查一下 我检查的点叫checkpoint 那么检查的点 这个checkpoint是不可以出问题 如果出问题 test case就废了 当然来讲 你作为写test cases的人 可以去决定说 即使这个checkpoint fail了 我也继续往下走 还是说我就停在这 没必要再往下走了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个model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load起来 对吧 你load起来 没有发现exception 那么你把它load起来了 这个时候 第一个checkpoint 就是没有exception 那第二个节点 可能是load起来以后 我初始化一个东西 扔进去 然后看它的输出 对吧 这可能是一个完整test cases 那么在第一个checkpoint 如果在load的时候 整个初始化的时候 模块的时候就错了 那后面就没法用 那后面你就没必要走下去了 但也有的情况是说 比如说我前面这个checkpoint 比如说我想测一个加法器 我测1加1等于2 好 1加2等于5 这个就错了 但是你1加2等于5 不妨碍 我把3加6再测一遍吧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过 或者不过 但是有一个checkpoint fail了 那么就说明 整个test cases就fail了 所以说若干个checkpoint 或者我这么写吧 先写 test cases 是一系列的步骤 其中包含若干个checkpoint 那么 2 checkpoint 是把 把期望的事情 和实际 的结果 进行比较 然后呢 一般来讲 什么样是一个test cases 一个test cases 就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完整的调整 比如说 我起初始化它 然后去测几个东西 然后最后我关闭 这是一个完整的test cases test cases 就是一系列的步骤 这个步骤 中间会包含 某些checkpoint 那么checkpoint呢 是把期望 其实就是把期望的事情 和实际结果 进行比较 那么一样 就是 就是处 不一样 就是false 好吧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tether suite test suite 是什么呢 是一系列 test case 一系列case的集合 是一系列测出用力的集合 那么一般来讲 这样的case test suite 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 我这test suite 是成套的 可能我有几个 比如说模块1 有一个test suite 测试模式2 有一个test suite 然后把模式1和模式2 搁在一起 我还有一个集成的test suite 有好几个 那么在不同的时候 我直接拿不同的test suite 出来软 test suite里面 包含若干test cases 每一个cases 有过或者不过的一个区别 checkpoint本身 没有过或者不过的区别 而只有test cases 有过或者不过的区别 那么而且test 这个大的test suite 还有一个通过率 比如你有10个case 过了8个 有两个没过 那通过率80% OK 这是整个相应的测试用力的概念 那么好 我们在这里所写的每一个文件 这个common.js test.js 这个就是一个测试用 这是一个test suite 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test suite 也就是你运行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一次性的整个跑起来 好吧 然后在这里边 我如果写了一个test 括号 这个东西 就是 一个test case 这就是一个测试用力 那么这个测试用力里边包含两个参数 这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字符串 第一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是测试用力的描述 那第二个呢 是一个函数 其实这就是测试函数 好 那写成这样以后呢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测试一下求和 那么最简单 我们就做加减法嘛 那么底下写一个function 好吧 我们这还得加一个 我想在lsrc底下 我加一个东西吧 加一个common吧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很简单 一个spot一个东西 一个方式 别的就就就不做了 比如就要上 a b 反正俩数嘛 然后我们return tvr a 加b OK 反正这个东西就这么直接能回去就完了 然后我们先来测试它 这肯定是没啥问题的嘛 那么这个里边呢 那我们就来 那我们在这儿 首先呢 它的步骤 这个步骤就非常简单了 上来第一 这就是一个checkpoint expect 这就是一个checkpoint 那这个checkpoint呢 是什么呢 就是expect 我现在expect什么东西 sum 我给它两个数 一个5 一个3 好了 我给它一个5 一个3以后 然后它应该是什么 expect这个东西 输出的结果 这个应该是8 对吧 就是点 to b 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三个等级号吧 你要用三个等级号自己也可以 但是你这么写 它就 看起来优雅一点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 然后可以再写一个 就是几个checkpoint sum 比如说 02 这个地方 点 to b 这是2 对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能过 这时我们run就不能run这个了 我们就要run test fail 啊 啊 上面 拿几饭 好吧 脑子又抽了 import 啊 啊 some from 啊 不能这么写 肯定是这么写 from啊 src 杠 啊 然后应该是common 因为有js 然后不容易 分号 好的 哎 鼠标拿来去了 还是fail 他应该是 点点 他 他所在的是test的 所以他应该到点点 然后src 啊 不容易啊 终于pass了 好吧 这个 所以 这个 所以大家如果写代码 经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 你就用一点工具去比较一下 然后呢 这里面是我们刚才 这个已经说了 这是 这整个这个文件是一个test suite 然后呢 它在这儿呢 里面呢 这是test cases 那我们就再写一个test cases 要再测试一下 求和 那正常来讲 你不会这么无聊啊 这个test cases 不可能写的都重复的啊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因为是给大家讲这东西怎么使 所以就 好吧 这个不给自己找借口了 反正 记错了 就是记错了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就是越复杂的这个 这个环境 代码又复杂 你就越容易出错了 这个东西是 是跑不了的 比如这个来个15加10好吧 这点应该是2b多少 2b25对吧 啊 我们来跑一下试试啊 这时你会发现 它变成两个test test cases 诶 等会 一个fail 一个pass 每天我的脑子在想什么 好 那么现在来讲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我在解释的现象 这是test suite 这个单词念sweet 不是念silt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单词是 是 呃 就是 原来微软啊 什么的 就整个他们的那一套系统里面 都叫test suite 呃 所以后来中文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 就在测试集 这个叫test cases 这是这是测试个数 两个pass 就是作为sweet 有一个pass 作为test cases 有两个pass 然后用词是多少 or test run or test suite 或者怎么怎么样 ok anyway